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助选团宣传的地方都会计算到选举经费里面 你知道有些专门寻找黑材料的人士 特意去找黑材料出来的 就算明明是没什么搞的都要搞事出来 所以大家今个礼拜见完之后 我们就会之后再和大家见面 大家等下了 今天我很开心因为我一回来 我们同事就跟我说做了个牌子了 漂亮不漂亮啊 挺好啊 还没和大家介绍我旁边的这个叫Leslie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其实大家看尖前沽口都知道了 知道我什么水啊 这些东西都不用多说 这些东西都是节目主持来的 今天就想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停节目啊 香港的选举有什么特色啊 你知道什么时候区议会选举呢 11月6号 11月6号 距离现在大概还有七个礼拜左右 接下来的9月15号就会开始提名的 为什么我刚才说做最后一次节目呢 因为原因就是 在整个选举制度里面呢 只要一个人公开了说自己 报名参选了 例如我说我会报名参选了 例如呢 例如而已 例如而已 例如我说我自己报名参选了 那就开始计我的选举经费了 那在所有和我的宣传自己有关 或者怎样去推介别人去投票给我的话呢 就要计算下一个所谓的选举经费 那在一个今年2011年的区议会的选举经费上限呢 就是53,800元 你知道吗 53,800元啊 哇我真的不知道 五万几元 那说一下吧 大概一个区呢 就是每一个区议会呢 就有万七个人 真的有万七个人 他的平均做是万七人 那五万几元就是说 每个选民大概会有五十元 你会收到五十元的选举的宣传啊 等等的东西 那这个是大概的数字来的而已 那为什么说不可以做节目了 因为如果 假如我今年不参选了 但是宣布了我自己参选啊 那就由今年开始 直到可能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呢 这段时间凡是宣传我自己的话 都算下了选举经费的 就不是说你今年宣布你参选 即使你不参选 可能我等到2047年 我才选举区议会 那这个选举经费就由今年 算到2047年了 哇他这一句就让我想起 是谁啊你知道吗 就不是区议会选举的 有谁啊哦 医生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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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英哥啊 N年参选啊 你记得吗 是啊 N年原来 N年 N年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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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行政掌公司的经费大很多 我知道 但是N年不参选啊 N年是没有一个等值啊 是没有一个等值啊 是没有一个等值啊 那现在都可能未有等值啊 所以为什么呢 到现在可能 下年的三月左右 已经有行政掌公司的了 但是 所谓的疑似候选人呢 都是还未开始 就是会说 哎呀我出来选啊 中央找我出来啊 喂哪有人说中央找了出来啊 说他这样的事 现在就是说 我要犧牲自己出来选啊大佬 有些人都说会積極考虑啊 除了震英哥啊 我不是说牺牲自己 我不需要你牺牲啊大佬 很害怕啊大佬 这么重口味 是这样啦 所以到现在这一刻 都不应该说 都不会有人说自己宣布参选的 要不然就开始计算数啊 必要计算自己 那为什么会计算数呢 为什么计算这么重要呢 你知道为什么要有选举上限呢 因为呢 为了避免某些人太详细 但是如果李嘉诚出来参选 他可以动用的资源 绝对比可能 比长毛出来参选的资源 是多很多的嘛 但是如果大家 要讲公平的时候 其中一件事 他就常说 就是大家只可以用尽 顶尽都可以 能提五万多元 这样的数 大家可以做的事 都是接近的 相对来说 就是一个公平的原则 公平的原则 其实都很适合的 你想想一个区议会 所以他 五万七那么多人给五万元 你很够了 一个人收你五万张单张 都已经五万元了 已经很多了 或者你收下其他 宣传海报等等 其实那笔钱 其实真的是一个 已经很大的数字 当然了 你立法会当然再大一点 因为你的投票人数 是以百万计 是呀 但是说五万多元这个上限 记住 是你自己的银河包 就是如果对手可以有五万多元 原来你 穷国安蛋 所以这个也有两三万元 其实你是用不到五万元的那些 我经常想 我想起一个问题 你知道 在香港的制度来说 只要你宣布参选的话 即使你最后不参选 都有个选举限制 就是说你不能多用这笔钱 但是如果这样 例如我跟你同一个党派 我们都是黑衣党 丐邦 说错了 对了 黑衣党而已 不是丐邦 或者我跟你都是癫狗党 那些是拳头OK 癫狗 OK 我们有找10个人宣布参选 然后有9个人棄选 你一个选我们总共可以用五万万 你觉得这个公不公平呢 其实 真的很奇怪 如果他宣布了说有10个人参选 但是最后有9个 好考 因为怎样为之 怎样为之计一个选举经费呢 就是你宣传你自己 或者宣传叫人去不要投票给另外一个对手 或者不要投票给自己 都算计算下选举经费的 如果你说你真的派10个人出来选 有9个人棄选 但他们不宣传就说 你投票给Leslie 投票给Leslie 投票给Leslie 这样可以吗 如果这样我就觉得 如果这样我就觉得 首先有一件事 他未宣布 即是未去报名 未停的 如果这样的 如果他选了五万万 即本人五万 即是这样计算 但结果如果只计一个五万呢 其实对于对手 都是不公平的 那件事 原来这个在2007年 有一个某大党派 不要说了 总之大的 党派在其中一个区议会选区用过 当时就说有三个人出来选 但最后就只有一个 然后另外那两个就不断用钱 就叫人不要投票给哪个 不要投票给那个 不要投票给A 不要投票给B 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律 当然你说是真的 是好的也好 是不好的也好 但如果一个选举的公平公正来说 其实真是候选人 真是确认了你说你是 一号这样 你才可以用五万三千元这个钱 其实会不会公平一点 你觉得 其实如果 即是要确认了报名之后 才计算 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之前 他花多少钱呢 你控制不了就等于我刚才说的是 李嘉诚可以之前花很多钱 是之前 我们不知道长毛是否真的没什么钱 就是他跟李嘉诚比他 都没什么钱 相对的 就是相对的 这些事情 他之前可以花的经费 就少很多去做公平 其实如果他可以动用的资源来说 对他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 所以其实是否应该是 报名的那一刻才计算呢 宣布参选 这个是报名的 这个是报名的 我会是看 这样是否叫做最公平 又未必 我真的现在说之前他一路洗落的 他宣布了参选之后开始计算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公平一点 这件事我会觉得 又对的 大家都知道 在一个香港的区议会选举 香港就有18个区议会 都不用说哪18个 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每一个区议会里面 就有若干这么多的议席 每一个议席就有一个单议席 单票制选出来 就是说 例如我和你两个只抽 总之只可以我们两个其中一个赢 只要你拿多一个一半的票 你就赢了 总之赢了你一票也赢了 在区议会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造就了很多 赢抽场面的时候 赢抽之前 大家可能有听过一些政治术语 蛇齿饼肿知道是什么来的 派的东西 是啦 蛇齿饼肿很多有财有势的党派 例如在选举之前 派叉烧饭 哎 说错话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哪些 那个派叉烧饭 就好像不是党自己派的 那件事 就是沽一些酒楼有好酒楼 就是这样啦 其实很多空隙在中间 令到选举都有一些受 即使大家准用五万元 但其实可能之前大家 我给一些你 当然贵宣不行 我给一百万你 叫你投票 那当然不行啦 但是 你卫星台 你躺天橋底 我请你吃十个叉烧饭 你一天来我的店 拿十个叉烧饭 拿叉烧饭 即是吃叉烧 现在不健康 有没有看报纸 吃叉烧饭 很快就死了 即是团体啊 或者政党啊 是有利点的 那其实这个制度好不好呢 你觉得 嗯 即是你意思是说 即是直抽 直抽 要是你赢 要是我赢 你没办法的 这一刻呢 香港的制度呢 是那个选区里面 例如黄大仙区里面 再画一个小的区 在那个小区里面选 那变了一定是要直抽 因为不是你设计我 议席是只有一个 但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好像上一届选举 如果大家记得一个 选举论坛一个好爆的 就是陶均衡对梁安琪 陶均衡是解释过一件事的 就是说其实选举 现在那个选区 其实是只不过 他讲的是那个产生的方法而已 因为有一个小的选区里面 但是其实整个区 是很大的 因为区议会不是只看自己的选区 其实总体就是 好像陶均衡 他选中是捉原北的 但是问题是他看的 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将来选捉原北 不是的 我们讲的是他正在选捉原北的 是的 我们不能代表他宣布参选 我不是代表他宣布参选 就是解释给观众 接着他在看的是整个黄大线区 包括陶坑 辛茨江 辛茨江 辛茨江还是这样的 是的 包括彩虹 那边还是这样的 其实总体是他去看的 是整个区的东西 并不是单单说他自己的选区 但是问题就是 好了 因为那个人可能在所用住 有问题 想找当区那个 当区那个 当区那个 可能做不到的 他觉得 或者他信不信不过 他想来找陶坑衡 是对的 因为都是属于黄大仙区议员 黄大仙区议员 但是问题好了 到这个人 黄坑衡解释又帮了他 这样算 之后 他想投票给陶坑衡 投不到的 这个问题 其实有些人也提出过 为什么不可以 去改变那个选区制度 就是说 例如整个黄大仙区 我总体可以投入 例如假设有10个分区 里面有10个黄大仙区 选民可以在票里面 就不是按一个小区去选 而是他去选10个人 这样他哪10个去信一个 或者他只可以吸一个都可以 只是给陶坑衡 或者他想投完陶坑衡 给梁安琪都可以 对啊 给梁安琪都可以 可能很精彩 两个都喜欢 对啊 对啊 其实这件事都可以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制度 变成是赤秋 赤秋是对什么有利呢 其实就是说 变成我赢你一票都是赢 这样就变成不是投党 这件事是投人的 这件事是 对于整个政党发展 政党政治发展 其实是不好的 现时这种的模式 我觉得 区议会这个制度 始终来说 就是很靠一个叫仰 大家是认仰不是认党 很多时候会令到 你的区议会的选举 就变成我投你的人 而不是投你的党 即使这个党做得怎么好 怎么好 这样的时候 即是 你个人 你不英俊 我不喜欢你 那你就真的是一架清袋 有时候 很简单一件事 就等于今届 刚刚这个政改方案之后 那有班人说要去追击 这个白甲党 追击这个捉笋党 是 好了 那跟着 因为这个单议席 单票就是那个形式 那我们的追击方法 他们就是说 你去哪里选 我就找个人去抢你票 其实简单一点说 为什么 什么来说追击呢 假设白甲党拿到一千票 本来是一千 对了 另外一个党拿到九百票 我现在去追击你 我抢你一百票走 我拿着拳头来的 拿着一百零一票就可以了 对了 我只要抢了白甲党 拿到一百零一票就可以了 因为他只剩899票 旁边的一个还是900票 那时候呢 那就变成那个人了 但是问题 这个假设就是 大家都认为白甲党好 竹筍党好 和这个拳头党 都是属于泛民这样计 就是他可能是支持泛民的 但是问题 但是现在呢 因为这两个泛民 如果加上票 就一定是多 那个礼仪廉党的 但是谁知道 因为现在这样分票 单议时间票制 不是按比例计 总之是winners takes all 最多票的那些得了 结果就是 他们所谓要尋仇 要去抢票的拳头党 他们这样就可以搞定了一只白甲 或者一只竹筍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刚才所谓 基本上是整个黄大先驱 去投票一次 这个情况呢 就出现不了 就没得这个 这样的追击的情况 是啊 因为他不能拉低一只玫瑰 又拉低不到一只白甲 他最多只可以 他抢多一个 白甲少一个 但白甲整体来说 还有的嘛 是啊 对了 对于整个政党政治 如果当我们经常说 有什么均衡参与 政府很流行 用什么 不是 政府是立法会选举 就要均衡参与 区议会选举 就要公平竞争 不是 我用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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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要把每一个选举分开来说 行政长官选举就叫什么 行政长官选举就叫间接选举 就是每一个选举 政府要想一个很好听的名词 令到他很好 但问题就是 现在来到这些 其实对于整个政党法 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这样是不健康 因为变成如果我们经常说 政党化 甚至到为什么大家最近 好像看报纸说 特首选举那件事 为什么会听到某些泛民 或者某些议员在这里说 大家认为泛民的议员 是会支持真 是不是真玉成 我记得 说去参选行政长官 其实他们看什么 是看整个政党政治的发展 而不是单单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党 所以大家可能每个人一听 叫什么 很害怕 但是其实他们想说 是政党政治的发展 因为其实如果当有一个 执政党的时候 相对来说政府去推行施政下面 他会比较顺畅一点 甚至就是这样 政府为什么要找到 苏锦良去做局长 最后 当然大家知道 因为某程度上没有人 肯占那个局长 某程度上 但是 那些是三杀位 三杀位 不是抢癌 就是胃癌 但问题是在于 为什么 其实就是想第一个 第一个有政党背景的局长 其实就是想去推一些政策 可以顺畅一点 因为这样 你的人在做局长 你没理由不支持 谁知道这次真的惨了 其中一件事 竞争法 公平竞争法 竞争法 竟然现在民建联是不支持的 就是搞到 苏锦良的面目无缸 真是很惨 这件事我都替苏锦良很惨 我是支持竞争法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自己的党 竟然是不支持的 真是很搞笑的 这次的区议会选举 就有我们 就是从07年比较分 我们有很多 就是多了新的团体出现 多了一些新的组织出现 刚才数过 人民力量 选民力量 新民主同盟 新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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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Party 这个都叫做是 就是多了很多不同的 经济动力 经济动力 或者什么工商支援联盟 多了很多 以你的认知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那么多 其实是两个看法的 一方面就是政治干谱 因为社民党的出现 真的拉阔了 民主党都已经分拆了 两个东西出来 就是新民党 新民党 已经跟他那个 你用分拆而已 我用逼了一块东西出来 可以说逼也可以分拆 因为为什么 其实是视乎那帮人本身 因为你其实看到他们 是哪一个区域的 某一区域 其实是 这个很正路的一件事 就是说分拆好什么好 其实都是一个明星 好不好听 但是问题已经 光谱拉阔了 甚至到 人民力量 选民力量 和这个社民连了的关系 也有些人觉得 因为始终都是一帮人走了 但是其实某程度上 原本也是同一件事 可能再分不同的一个看法 一些 可能那帮是觉得 要惩罚民主党的 要惩罚民协的 他们去支持政改的 可以惩罚人民力量 不知道会不会有个党出来 追击人民力量 追击人民力量 我真的追击了 我追击人民力量 不奇怪的 但是问题就是 再看回建制派那边 大家相对 建制派都需要分拆这么多 某程度上都知道 如果带某一个名牌出来 其实他们会很噁心的 会死的 因为为什么呢 有一些已经被人根深看顾了 很认真 但是 最大件事就是 这次分拆了 原本上一次 已经分拆了出来的一些东西 都自己拿了东西 就是在九龙城区那边 就是大家我想都知道 我讲的是哪个人 就是他自己都已经出了事 其实又要所以 连他那个 都可能最要分拆一些 有些新人出来 是不敢再打那个牌子 其实一直这样分拆下去 其实某程度上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对政府执政一定不是好事 因为他原本跟一个大佬说 变成要跟很多不同的大佬说 始终是烦了 以前可能讲到你一个民建联 就已经沽到8票10票 讲到你一个自由党 原本已经沽到6票7票 意大利又要分了一个 要跟刘昂叔说完税 又要跟刘建宜说完税 又要跟刘建宜说完税 就是要加倍了公罪 其实对政府的执政 不是一件好事 看回香港的选举日 那天就没有所谓冷静期 看澳门 澳门有两天冷静期 例如今天投票 昨天和今天都不可以拉票 你觉得这件事 在香港能不能做到呢 没有说能不能做到 而是问题是香港人接不接受 因为为什么呢 我常常担心如果设立了冷静期 会不会投票率低很多呢 我是认为会那种 我偏向相信是会 因为为什么澳门要设立冷静期呢 有些评论就说 就是想这么低的投票率 不要让人知道要投票 台湾也是有冷静期的选举 但是台湾那种 和香港那种不同 台湾人他们应该这么说 台湾地区 政治正确点 台湾地区现在在中华民国管治之下的地方 他们要争取民主 由当年争取到解禁 党禁的解禁之后 其实他们走过很盲长的路 他们的公民意识很强 甚至到原本就算是 南营执政开国民党那一班 后来再存在 他们都是比较尊崇于民主 所以他们的投票意欲很强 你冷不冷静 其实对他们来说不是很低 反过来冷静就是不想出街被人阻止 可能是这样的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但是香港很多人 连投票那天都不知道那天投票 香港其实连选民都不多 当然好似台湾那样 那样好就是什么 你有18岁永久居民就直接投票 香港要登记这个制度 已经是一个很多令人废解任 所以没有突然登记什么 我是居民为什么不投票 第一就是投票 就是选民已经少了 第二香港人的投票率真是低 你看到不要说政府宣不宣传 始终你对比其他发达国家 有七成八成的投票率 香港真的不会有那么多 不用说什么 你就是区议会一样东西 因为政府那个理由就是 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你不登记 大哥你一个大区 甚至你大区我已经可以说 你只需要登记哪个地区 登记哪个区 登记哪个区 不需要你知道地址在哪里 不一定要知道整个地址 是啊 这个都可以的 你可能可以登记哪个区 你也都可以减少了行政 总之可以登记哪个区 就是香港很有趣 不知道为什么要登记选民 政府又不宣传选举 你见选举很少宣传 跟外国那些不同 外国真的黏到周街都是 什么时候投票 什么时候投票 后选人的政官才可以黏到周街都是 周街都是有些板 是被候选人去针 香港有多可有 现在反过来要收一些位 还好事 是啊 说真的 香港人现在的投票 要去登记这件事 是很傻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 当英国人当年 内地执政的人说 英国人当年就是 专业搞乱香港的制度 但是英国人 搞些不搞些就搞漏了 那时候搞自动登记 98岁拿身份证做完就搞定了 我们应该等遗基解物 帮我们解多些物 令到香港可以越来越多 让人知道有些什么 鲜为人知 为何政府要打压 为何政府要打压公投 为何政府要打压 为何政府要打压那些人能够选民 我们都要等遗基解物 帮我们解更多才可以知道 为何政府要这样想 这个政府是越来越奇怪 当然虽然你说八百人 选出来的一个政府 但是我也在这里呼吁大家 11月6号都为自己选出一个 你认为合适的区议员 为了你的区服务也好 为了整个香港整体的政治发展 因为今次的区议员 除了做区议员之外 还可以选为超级区议员 超级区议员 可以有五个立法会议席 在这里 所以大家11月6号记得投票 我们之后过了10月6号之后 再见 拜拜